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小鸡娱乐 歌手唱现场有时会出现破音忘词等突发事故 那一瞬间真是尴尬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歌坛大佬的初球名场面 第一位汪峰老师 我们去KTV的时候往往喜欢点几首他的歌来唱 不为别的就为了抒发一下自己的情绪 殊不知汪老师是被誉为用坛唱歌的男人 他的歌是真难唱 有时连他自己唱着都费劲 不信你看 我们要去KTV的时候往里走 三位未来的湖湾 你虽然收拾了这苦衷 你仰随你南沙 可我现信光明 就在远方 你虽然是不懂的秘方 你却随我的手臂 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 第二位林俊杰 没想到这位行走的CD也有翻车的时候 在与李嘉威合唱煎熬时 老林第一句就起高了 以至于后面只能硬着头皮用假声唱 自己起得掉再高也得唱完 那一本正经又很尴尬的场面 估计是林俊杰歌唱收衙中最想删掉的黑历史吧 你一条 爱的开始 每一开 每一秒 我在想 手总会有多好 点赐 我相信我已经快啊 我要把你挽掉 我相信我已经快啊 实际的我快啊 我要把你挽掉 我相信我 第三位 萨鼎鼎 当年萨鼎鼎话筒拿反假唱事件 可谓是轰动一时 之后的很多年里 她的实力派歌手形象 遭到了不少网友的质疑 第四位 戴佩妮 这位女歌手就比较惨了 明明自己没翻车 却被男粉丝硬逼成翻车现场 最后不得不掐着大腿唱歌 第五位 该奥乐队 听完这位现场版的追梦赤子心 我感觉好像对摇滚有什么误解 就算鲜血擦满了怀抱 继续逃 在这世子的骄傲 生命的神要不坚持到你怎能看到 与其勾言残转 不如曾经燃烧吧 有一天会再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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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典